你收看的頻道是牛奶大師師師師財 哈囉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大師 OK 先幫我玩遊戲是生魔之塔 那我們現在要解放的是我們的西索 那我們來看一下我們西索的昇華故事的劇情吧 哦 護兆少年任務 好 為什麼接下來要解放西索呢 因為抽卡的角色好像只有 有念能力的是西索 庫拉皮卡小潔西亞 雷歐力好像就沒有了 超爛 伊爾迷好像也沒有 念能力啦 西索後來醒來做起身 見到前方樹下有名身穿綠衣 披著綠色斗篷的少年正沈睡著 面對未知的景色以及自己被丟到這裡的狀況 西索反覆思索 正使藍色的怪異生物出現在西索面前 伊斯界人 我叫做風頭 這要你的辦法證明 斯科勒少年送為他居住的春落 我並將你送到本來的世界 哦 這小弟弟在斯科嫩 西索俯身錯近斯科勒 向斯科勒連身手快碰到那一刻 卻被一道拍開 醒過來的斯科勒 以頭用力撞向西索 但西索早一步避開 這隻西科勒已站起來 與西索對峙 你也是來殺死我的嗎 我不會讓你輕易得逞的 他應該是蛇夫啊 不錯的表情 但是還差得遠呢 好 蛇夫 六粒或以上的火福石 嗯 欸 都沒火珠是怎樣 欸 都沒有 欸 太扯了吧 在故意的嗎 太誇張了 欸 這樣不行啊 不是這樣玩我了吧 而且還要六粒 好像才四粒而已 幾粒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好 剛好六粒 好 嚇死我了 好 嚇死我了 不要跟著我 嗯 別這麼說嘛 好 嚇死我了 好 嚇死我一邊 把玩者撲克牌 一邊跟著斯科勒後面 連上露出 像嘉蓮華參加者的愉悅笑容 一點也沒有來到 一絲結緊張感 這次前方傳來斯科勒悲悲 慘叫 被讓我失望喔 斯科勒 好 好 再來昇華二 少年潛藏的力量 吸手雖然很快便追上斯科勒 但沒有現身 跳到樹上觀察的狀況 另一邊 另一邊香 斯科勒搖緊牙關 繃緊全身肌肉 緊盯著前方 給拿一隻巨大的黑熊 正走近他 哎呀 真是預期之外的客人 既然這個地方有熊 真是越來越不走運 讓我見識一下你的本事 不動退後的斯科勒 後方引迷退路 他觸動雙眼 重新張開眼盟 引滿戰役 當時改為戰鬥的姿勢 決定迎戰黑熊 放馬過來吧 都以為覺悟了呢 黑熊舉起熊掌 用力朝下斯科勒拍下 斯科勒沉向腰 微微側頭屁股 可定一隻熊掌 逆緊接而來 斯科勒雖勉強屁股 但手臂留下了心紅的傷痕 斯科勒大口喘息 黑熊狂好一聲 凶猛前進 體力耗盡的斯科勒 被黑熊壓倒在地上 黑熊的歷齒逼近斯科勒 斗殺 好 9顆 1 2 3 4 5 6 7 8 9 剛好9顆 開場就9顆 運氣真好 9顆 難道就這樣結束了嗎 在我找回 回 找回記憶之前 我是絕對不會死的 斯科勒全身發出羨慕的濾光 濾光 濾光集中到他的拳上 插槽黑熊揮了一拳 黑熊被紅飛之半空 他段時嚇著懦慌而逃 西索因為太興奮 而清疼嘴唇 同時看著斯科勒的眼神變得不一樣 哎呀 太棒了 你實在太棒了 哇 變態西索又出現了 好 昇華2 好 再來昇華光卡3 決戰機械兵 看著黑熊跑走後 斯科勒鬆一口氣倒在地上 西索從樹上要下 並靠近斯科勒 斯科勒想逃跑而想站起來 但用盡力氣他 不知再次跌回力 哈哈 別這麼害怕 一個人不打算殺死你喔 那你 那你怎麼一直跟著我 有人拜託把你送回村 那村在哪個方向 我不知道 我弄知道 早就回去了 喔 你迷路了 煩死 閉嘴 完全無頭雀兩人在森林徘徊之際 突然一道黑影在上空遛過 並急速對 對到地面 一個聲音慢慢從 從被激起的殺神中現身 這 這又是什麼 機械兵 機械兵 我就要被 捧 這種神之名 拒捕這名少年 把他交出來 喔 開場就打我們 喔 沒有 沒有 現在沒有火珠 嗯 好 應該可以打死吧 喔 不行 陰克俗 還是就慢慢抹吧 火珠 火珠 有點盾 開 城市開太多了 好 應該過了吧 四個了 是我的獵物 對他出手 我不會輕易放過你的 掌聲的命令 任何人都不能违抗 怎樣也好 難讓我覺得開心吧 判定 敵人 見面 貝魯朝西手轟出動拳 但西手用手輕鬆擋下 借力特殼半空 並朝貝魯那方指出速箱撲克牌 貝魯鼓動元素之地凝聚成盾 擋下西手攻擊 同時聚合無數個水球 轟下西手 西手交叉雙手 用洛生硬生生擋住 但長魚的力量已把他轟至樹上 嗯 是時候認真起來了呢 噢 好 護送任務完成 昇華關卡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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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貝魯鼓動搶到水元素之地 準備 撕出人倒倒西手的渾身一擊 神所自在的愛 然而貝魯的攻擊無法擊中西手 貝魯的身體被西手擊飛 並與同樣被西手拉斜的巨鼠 以猛力互相擊掌 剛才頭子撲克斯 已經把聲說自在的愛 黏到你身上了 西手成貝魯 趁貝魯失去平衡之時 進行追擊 這時貝魯全身閃爍著不祥的藍光 任務修正 把目標見面 藍光敞動越來越頻繁 貝魯的力量像爆炸般不亂碰撞起來 西手扛起斯克勒 朝貝魯手帶的槍法方向擊奔 樹苗後藍光擴散 龍罩 西手他們身後的大地 光芒消失後 西手他們剛才所在的身裏 被挖控了一個大功 真可惜 竟然自爆了 喂 你抱我想抱多久 快給你放我下來 站在那老人是誰 我更想問你是誰 你抱的是斯斯克了 終於找到你了 一大早跑出去了 太陽都快下山還不可能 可擔心死我了 老頭 對不起 剛剛那個人是魔族的臉嗎 可能是變老人 好 那先打這隻 我一直 一直吹火珠是怎樣 原來轉星也會攻擊喔 我現在才知道 哈哈 沒仔細看說明 嗯 嗯 洗個技能好了 啊 缺心珠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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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啊 我的電腦快不行了 最近越來越頓 嗯 嗯 又沒新珠 哇 指定combo 看 根據開始轉租 及結束轉租的位置距離 喔這什麼 我們先 1 2 3 4 OK 1 2 1 2 3 4 3個 1 2 1 2 3 5 5 1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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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顆 一、二、三、四 一、二 嗯,打得有點慢 哦,五個 一、二、三、四 啊,沒寫張好 不然這個可以快帶走它了,五個 它是不是寫越少,那個珠子越多 一、二、三、四、五 誒,你這是我算數的問題 一、二、三 四個 一、二、三 啊,這個毛 四 一、二、三 三 哦,有了 二、三 一、二、三 一、二、三,四 嗯 一、二、三、四 嗯,還沒 好了 沒事就好 我們回去吧 真的就在前面了 剛才不是會高中的男子在這裡嗎 到哪裡去了 恭喜你已經完成任務了 現在就由我來傳送你回去吧 已經結束了嗎 真可惜呢 吸手解鎖的出現巨大魔法陣 身影逐漸消失於那盛藍的光芒中 在僅於數秒 吸手看著吸手勒遠去的身影 當時同時向風頭提出要求 風頭 你能不能再次帶我來這裡 當吸手勒的小弟弟成為冥魯的果實之死 記住呢 回到原本的世界的吸手 因風頭魔法而忘卻帶神魔世界的經歷 但內心仍殘留著無法平復的激動之情 這些故事都好爛喔 真的爛 好啦 那我們吸手的故事到這邊結束啦 尋覓頻道會有頻道左下方的圖片按鈴按下訂閱 右下方的訂閱按鈕跟鈴鐺記得打開 這樣子我更新影片之後 你就隨時追蹤到第一首消息喔 謝謝大家這集的收看 謝謝拜拜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